經典韓式火鍋搭配多種醬料 調配出不同湯底 不只吃一頓享受兩餐 內用還有多款炸物 無新量供應 擄獲不少饕客的胃 但是現在卻有加盟店前員工投訴 食材外包裝標示不清 除了醬料用的脂肪抹醬粉 就連年糕 低瓜球等半成品 所有包裝都只有寫上品名 以及有效期限 沒有附註廠商名稱和成分等 加上食藥署在今年十月 才公布邊境食品不合格清單 其中就包含兩餐的炸雞醬 被剪出台灣金融的防腐劑 五十相共六百公斤 都被退運銷毀 投算不買兩餐沒記取教訓 根本不重視食品安全 對此兩餐回應 總公司送到紙銀分店使用 依法可以不用完整標示 只要減負相關證明文件被查即可 同時強調全台時期間都是紙銀模式 但是投訴人打臉 當時工作的分店明明是加謀 兩餐是在說謊 企圖已知音的說辭 規避相關法令 就是在說謊的 禁圖已知音的說辭